只要被雨水淋到 人类就会变成吃人的怪物 这种怪物被人类称为掠尸者 只有觉醒超凡异能的异能者才能杀死他们 为了清剿掠夺者和保护残存的人类 全球建立起了七座大型城市 掠尸者一旦被杀死 他们的尸体会被集中放到一处 再用火焰烧毁所有的尸体 因为他们是刚变异的人类 智力低下体内也还没有产生经核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价值 不过铁笼里的普通人类却是他们此行最大的收获 铁笼里的每个人脚上都被绑上了一对铁管 似乎是要送到某个神秘的地方 几人准备出发 天空再次下起红雨 红雨来自于十年前的原油基地泄露事件 接踵而来的还有海啸和地震 这场灾难使称红雨耗尽 而在这场红雨中 有极少一部分人觉醒的强化 自然 恢复 精神 特殊五个职业 除了那七座城市 其他地区统一 被人类称为荒原 这种地方属于掠尸者的天堂 普通人类在这里只会沦为掠尸者的事 甚至也会被一些做黑色生意的异能者 抓起来给别人做实验 有些姿色上加的 可能还会变成他们手中的玩物 男人看上了铁笼中的女孩 伸手想要试试手感时被一滴雨水打 男人抬头一看 发现头顶竟是一头张着大口的怪物 这是一只四级变异者 具有一定的智力和再生能力 C级的异能对他根本造不成伤害 逃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出口就在卷帘门后面 可冲在前面的男人 却在身后造出一面土墙 队友对土墙困在后面 男人争取到了逃跑的时间 他打开了厂房的铁门 想要离开这里 结果铁门后却是三个诡异的脑袋 巨大的脑袋转动着眼球 不断打量着身前的男人 紧接着在脑袋后面 又伸出来无数之水 男人像是虫子一样被牢牢困住 脑袋瞬间被拔了下 与此同时 变异的怪物抓住了所有人 身体化作无数细丝 不断吞噬着他们的血润 原来一切都是男人制造的幻境 但处在幻境中的人 将会感受到百分百的真实 他们看到的怪物 其实都是自己的队友 所以杀死他们 并非是那些变异的生物 而是他们自己 男人一个详指解除了幻境 然后缓缓走到一名被铁钉 钉钉在墙上的男子跟前 看到自己同伴 一个个死去是什么滋味 男人名叫夜舞 是先前那拨人的接应名 季佑川想知道幕后之人 可男人嘴硬的 像一口铁钵死活 不愿说说 季佑川自有办法 那就是从男人的脑袋里 寻找那段记忆 他将手术刀抵在夜虎头上 手术刀顺着脸颊 一直滑到夜虎眼睛上 就从这里开始吧 画霸两道光芒 瞬间划破夜虎额头 随后夜虎的记忆 像是丝线一样 被季佑川剥离了出来 从凌乱的记忆丝线中 不断寻找 季佑川终于找到 他想要的那段记忆 而当记忆被季佑川剥离的那一刻 夜虎直接口吐白沫 变成了白痴 他从丝线中找到了答案 就在二国的原油基地 随后装作若无其事 离开了废弃工厂 等他回到家后 放上喜欢的音乐 然后再做一份 自己喜欢的晚餐 随着斧头一刀一刀的落下 一碗不知名的液体 就这样被制作了出来 再用电钻紫锡搅拌一下 一份完美的顶级美食 成功出锅 番茄酱配上 唐心荷包蛋 堪称经典美食 而想到番茄酱的做法 基佑川想起自己 在孤儿院那段日子 一群孩子被放在一个房间里 互相残杀 最后他杀死了 所有的孩子活了下来 可等待他的 依旧不是光明的未来 而是被一名男人 带回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他们往基佑川的身体里 不断注入一种奇怪的药水 然后又用大功率电流 不断刺激他的身体 基佑川每天活在 痛苦与恐惧之中 而如今他找到了 曾经院长线索 基佑川将手中的 参刀随手一扔 亲爱的院长 我们终于又要见面 基佑川居住在亚尼兰特市 荣耀联邦在这里 成立了最大的普通人聚集地 普通人能在这里工作 获得物资 孩子能在这里上学 伤者可以在这里治伤 基佑川刚准备去上班 一名小女孩 突然将他拦了下来 女孩递给他一坨饭团 说是感谢他送给妈妈的抗氨染药 基佑川摸了摸女孩的头 哥哥已经吃过了 你留着自己吃吧 可女孩表示 这是自己亲手做的 基佑川这才将饭团 浅浅尝了一口 很好吃 谢谢小女 我已该去上班了 基佑川嘲笑女孩挥手道别 结果刚动身就被人盯上了 他假装没有察觉到身后的人 很自然地坐上上班的公交 跟踪的男人也跟了上去 可在公交车上 却再也找不到基佑川的身影 基佑川在异能者管理中心工作 这是由盛潭堡联盟成立的 由普通人管理六大城市的异能者的资料 基佑川抱着一堆资料回到公司 因为遇到凡人的苍蝇 所以去晚了 而他只能说路上坐错了公交 此时一名员工提起 不远处废弃工厂死了五个异能者 具体原因上口还在调查 他们怀疑是高级掠实者偷偷潜入了进来 这时一名男人突然冲了进来 说是主任让基佑川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基佑川被叫过来原来是有高层长的 因为他是成功率百分之百的外派员 所以他被主任推荐给眼前的女 可女人并没有立刻要打 而是拿出一堆资料 让基佑川给自己解释一下 资料是被他杀死的五名异能者 基佑川拿照片简单分析一下 从肢体上看他们至少死了三天 伤口都是顿气所割恐怕是溺杀 我建议查一下死者的人际关系 应该是仇杀 女人解释叶胡乃是C级异能者 而且为人谨慎狡猾 如果是被溺杀恐怕杀手更加恐怖 基佑川相信不论是任何心思缜密的杀手 都会留下线索 而他一定会尽力追查凶手的线索 女人闻烟浅浅一笑 能灭杀两个C级的异能者至少也是B级 一个普通档案员当真不怕 基佑川站直身子 自我加入外派组后 我的个人生死就已经不重要 女人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些嘴上之词 至于调查的是早已有了专查组在做 但在临走时还是表扬了一下基佑川 并且表示以后会重点关注他 这是一趟在夜间行驶的火车 上车的条件却高达两万星币 相当于普通人一家三口半年的开销 原来这是一趟前往城市外围的火车 行驶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变异的生物 而火车上配有十二维级的异能者负责列车安全 基佑川踏上了这辆火车 准备前往餐厅时遇到了推餐车的小姐 他询问对方餐食是否准备好 结果女子净化作一只吃人的怪物 基佑川毫不犹豫一击划破对方的脖梗 女子的头被切割了下来 但她并没有死 而是一直说欢迎尊贵的主 基佑川一脚将脑袋里的眼球踩了泵射出来 结果女子的血肉净化作了一道诡异的入口 大门后是一节豪华的车厢 只要你付出足够多的代价 就能获得你想要的一切 这里的所有顾客都被人用精神力隐藏了容貌 基佑川想要在这里查一个地址 结果费用却高达二十万新币 付完钱后一名女子便立刻端上来一份恶心的菜 而盘子底下便是他想要找的答案 信息似乎是在二国的某处教堂 这个教堂拥有很多信徒 信徒们端着一个碗渴望获得神明的庇佑 而教堂中心则是站着一名金发男子 他们的身侧站着一台手握蜡烛的少女 每个少女脖子上被系上一条蓝线 当蓝线围着他们身子上绕圈时 就意味着他们被神明所选中 被选中的少女会跳进他们身前的水池里 教徒们会高举手中的碗等待神明的赏赐 女孩们会被水逐渐淹没身体 蓝线也会变得越来越紧 他们身体上的蓝线被集中到一张画像的手上 最终蓝线会割破所有女孩的器官以及皮肤 血液会顺着蓝线滴到每一个信徒的碗里 纪佑川伪装成信徒混进了这里 来到这里的人会陷入短暂的梦境 梦境里的天神将不断诱导你喝下那碗血液 纪佑川拥有强大的精神力自然不会陷入梦境 他将手中那碗血液扔到了地上 精神力释放瞬间逼退所有人 男人感受到一股极为熟悉的精神力 已经还没有死 纪佑川看向说话的男人 16年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能记得我 纪佑川每次执行任务时都宛如恶魔之子 他怎会轻易被人忘记 男人用丝线将神主的光辉释放到最大里 指挥着一群信徒想要去惩罚纪佑川 然而面对拥有极强精神力的纪佑川 海手间便用精神力控制了所有人 他使用了知梦者的异能之一食语 在精神力笼罩的范围内能操纵空间内的人货物 可男人并不好对付 他用蓝色的丝线不断地去操控那群信徒 信徒被丝线集中到了一处 身体逐渐融化凝聚成一头怪物 怪物拥有无数双眼睛和头颅 纪佑川兴奋着冲了出去 在怪物出手瞬间一击劈在他的腿上 但这显然对其造不成什么伤害 与此同时怪物的另一只巨手已经来到了他的头上 纪佑川将精神力化作丝线控制助手瞬间退了出去 男人见状哈哈一阵大笑 喜欢我的新作品吗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的身边弥补你的错误 纪佑川可不想变成这么丑陋的怪物 所以回去绝不可能 男人被彻底激怒 他命令怪物将纪佑川杀死 被控制的怪物力量爆发摆脱了纪佑川的精神控制 张开锯嘴就想要将纪佑川吞下去 纪佑川避开怪物攻击时扔出三把手术刀 手术刀靠近男人后被无数根蓝线击飞了出去 男人很是得意 认为纪佑川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不能伤到他 可纪佑川自始至终的目标都不是他 而是他头上的那幅神明的画像 被手术刀刺中的画像逐渐膨胀起来 接着像是一个皮球一样突然发生了爆炸 爆炸的威力竟将那头怪物都轰得到飞了出去 浓烟过后一名处着拐杖的男人走了出来 原来他才是真正操纵怪物的幕后者 他喜欢像老鼠一样将自己藏起来 老头出来后感到有些失望 因此命令怪物先解决半世不利的黄毛 男人像是弱小的虫子被怪物拎了起来 他被怪物一口吞了下去 怪物力量变得更强了 但纪佑川脸上露出的不是畏惧 而是充满了期待和兴奋 一瞬间他爆发出极快的速度通向怪物 他用精神力顺着怪物的身体切割了一拳 结果却发现对怪物不能造成一丝伤害 原来这是老院长专门为纪佑川制作的精神系异能的傀儡 知道精神力对傀儡没用 纪佑川选择控制周围的建筑物去攻击傀儡 然而这些东西根本伤不到傀儡 还让傀儡找到了反击的机会 纪佑川用精神力化作一个光盾 纪佑川只是笑笑 下一秒怪物的身体便被纪佑川精神力化作的丝线穿透了本体 老院长难以置信 因为纪佑川身上有着和怪物一样的蓝线 只要怪物受伤他也会感受到同样的伤害 看到纪佑川手中断掉的蓝线 老院长瞬间反应了过来 难道是在那个时候 但现在已经晚了 因为怪物的身体已经被纪佑川的精神力切割成了无数块 怪物死后老院长也会遭受反噬 他没想到纪佑川现在已经成长成为了极的精神吸引能者 纪佑川一脚踩在他的头上 16年了 我们的账也该算一算 要不是你选中了我 我的父母就不会死 老院长用尽全力说了实话 是签面大人说他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所以才被组织灭口 纪佑川想知道签面是谁 自己父母又知道了什么秘密 结果却发现老院长脸上竟冒出一道道裂纹 裂纹化成了一张召唤的星团 这是地狱之门 以活人为记可以召唤来自一面的恶魔 老院长召唤来了一只四只脚的恶魔 他命令恶魔去攻击纪佑川 结果自己却被一脚踢飞了出去 他滚到了恶魔的脚下 去给吻尸了他 然而恶魔却没有服从他的命令 反而是一头咬在他肩膀上 他不明白自己召唤的恶魔为什么会咬自己 原来是纪佑川一早就在这里发动了构建 这是他的知梦者异能之一 处在梦境中的一切都会顺着他的意志去实现 纪佑川想要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却没成想老院长致死都没有说出来 他用蓝线拴住自己的脖子 然后将自己的头颅切割下来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就在这时 纪佑川头顶的星壶发生了巨变 他构建的梦境让他快逃 原来是有恶魔从一面被召唤了出来 这不知道是什么怪物 长着一副人的躯体坐在一堆骷髅头上 而且还是被两只蝙蝠怪驮着出来 纪佑川前意识里的精神力不断提醒他快逃 与此同时整个教堂都被一股腐蚀性的浓雾包围了起来 诡异的现象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他们准备派遣启蒙学会的官方人员进入调查 男人临死时用生命构建出了一张星图 本来只想从一面召唤来一只普通恶魔 结果却阴差阳错将魔皇召唤了出来 女人是一面的魔皇 能够源源不断地召唤魔物为自己作战 一开始是两只 纪佑川靠着精神力四线还能轻松应对 可随着女人召唤的魔物越来越多 如果继续战斗 她的精神力迟早会崩溃 最后甚至无法动用异能 而且所承担的副作用很长 就在这时三只魔物再次朝她冲了 女人以为纪佑川会被自己的魔物撕走 不料那三只魔物竟然被纪佑川用精神力控制住 魔物不再受女人的控制 女人被气得咬牙切齿 卑贱的人类 已对本皇的仆人做了事 纪佑川从对方的话里没有感受到一开始的威压 所以她怀疑女人很可能是力不从心 女人被彻底激怒抽出长边站了起来 小小人类竟敢愚弄本皇 不可饶恕 纪佑川控制三只魔物冲向女人 因为只是一些低阶的魔物 所以几乎一个照面就被切掉了脑袋 但只要魔物能拖住女人片口 纪佑川就能从教堂内逃出去 可惜她还是小看了女人的实力 她轰开一群魔物冲了出来 趁纪佑川没能反应过来就钻进了她的体内 结果因为女人力量太强 导致一股紫色能量泄露出 纪佑川跪在地上只感觉头要炸 她用意念警告女人立刻从自己身体内捧出来 否则就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外面的那群人 就在此时启蒙学会的人冲了进来 不过却只在地上看到一堆魔物的尸体 原来是纪佑川和女人打成了交易藏了起来 而因为先前的能量波动 切西亚被一个神秘男人察觉到 她命令自己的手下去杀了她 与此同时 纪佑川的灵魂陷入切西亚构建的梦境 现在的她只能任由切西亚摆 在梦里她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而今天正好是父母带她去游乐园的日子 但开心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 因为途中纪佑川肚子突然感觉到剧烈的痛 她的父亲刚准备回头看一眼 迎面却正好撞在了另一辆车上 警察赶到只救回了纪佑川 她的爸爸妈妈永远没能回来 与此同时 纪佑川精神力化作一行文字提醒她醒过来 她其实早就已经察觉到 只是想利用切西亚构建的梦境 回忆一下曾经的记忆 而就在切西亚准备动手解决掉纪佑川时 她刀举的手腕再次被一女精神四线困住 纪佑川从梦境中醒过了 看在当当那个美梦的份上 送你一个痛快 然而没等她动手 一滴眼泪突然滴了下来 没想到哭的人竟是来自一面的高傲女 她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恶魔而已 只要纪佑川放了她 想对她做什么都可以 纪佑川一眼便看出了对方是在演戏 一切都只不过是想拖延时间恢复实力 于是挥动手中的手术刀从她脚上一会儿 这似乎触碰到了切西亚的逆铃 她瞬间爆发极强的力量挣脱了束缚 吁吁蝼蚁 竟敢碰老娘的脚 纪佑川知道是自己惹毛了对方 于是步步的多想掉头就跑 这时地上的蓝色丝线引起了她的注意 据院长所说这东西能反弹精神攻击 所以她故意站在原地等着切西亚靠近 敏锐的精神力很快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精神力布置着地上滚有蓝线的石板扔了出去 切西亚受伤停了下来 她使用了暴血技能 但是五分钟之后便会持续虚弱 所以她必须要找人签订契约才能活下去 她将自己的本体换化了出来 想要吃掉纪佑川的灵魂恢复一点实力 结果却在这时她被一道紫光击住 那人身披黑袍将切西亚踩在脚下 居然敢露出本体 这是怕我找到你 男人发霸一脚将切西亚踢飞了住 真是没有想到 曾经在恶魔榜单历排名第一的切西亚 居然会虚弱成这样 接着男人再次朝切西亚挥出一道剑气 结果走进却没有看到切西亚的声音 与此同时一根长鞭已经来到了她的跟前 男人反应很快 身形迅速跃遍了过去 原来先前的那一切都是精神患 真正的切西亚其实是在和纪佑川签订契约 因为身体弱小限定 切西亚根本发挥不了全部食 否则先前那一击就能要了你的小命 男人被激怒一把抓住了抽来的皮鞭 被放逐的你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手中的皮鞭被她捏碎 然后爆发出最强力量冲向纪佑川 男人取出一支药剂 里面装的却不是致病疗伤的药水 而是能提升实力的化学药剂 男人将药剂注入了自己体内 结果身体差点被恐怖的力量称爆 原来她是想要杀死来自异界的魔皇切西亚 但却没想到魔皇竟选择和人类纪佑川签订契约 因此几次出手都是吃扁回来 纪佑川体内出现了两道灵魂 所以她只感觉自己头就要炸开一样 她警告切西亚立刻从自己身体里滚出来 男人见状以为自己找到破绽 于是狂笑一声便朝纪佑川冲去 可却在手即将靠近纪佑川时被一肚寒冰拦了下来 切西亚嘲讽男人就是一个垃圾 即便是我受伤你也不是对手 可就在她准备出手解决掉对方时 结果因为姬佑川灵魂的干扰 导致她的手不小心搂在了男人的腰上 男人感觉到自己被羞辱 于是抬腿一脚摆脱了姬佑川的束缚 为了解决掉男人 切西亚放弃了对姬佑川身体的掌控 并且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了姬佑川 与此同时男人再次冲了滚 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了姬佑川的体 抬手对着冲过来的男人就是一击 铁链穿透地面激起一阵泥烟 男人被击中躺在地上难以置信 这个人类怎么能动用切西亚的力量 难不成他们早就已经签订了契约 为了活命他将药剂注入了自己体内 与此同时姬佑川再次朝男人发动攻击 可这个攻击却只击中了地面 因为获得力量的男人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他将姬佑川的头按进了泥土里 男人只用了一击 结果却发现姬佑川躺在地上再也没有动 他以为姬佑川死 想要将尸体带回去交代任务 可就在这时两股能量瞬间从他的身体上划过 男人失去了生命倒下来 原来是切西亚掌控了姬佑川的身体 一开始切西亚只是附身在姬佑川的身上 而姬佑川想要动用他的力量 身体必定会超负荷工作 所以他必须要尽快离开他的身体 切西亚将自己的本体换化了出来 他的本体将男人的身体吞了进去 这让他的力量恢复了一些 与此同时姬佑川的身体已经到达了极限 因此切西亚不得不选择先离开他的身体 而因为超负荷的使用切西亚的力量 姬佑川直接昏死过去 如果不及时修复身体 他很可能永远陷入沉睡 切西亚别无选择 所以他只能和姬佑川签订契约 他在姬佑川的身体上鸣刻出一道星途 星途会将切西亚的记忆传送到姬佑川的石海 姬佑川看到了落魄的切西亚 原来堂堂魔皇境也会被人追杀 而若不是老院长临此时 以生命为代价在意面打开了一个通道 切西亚几乎不可能逃过那群人的追杀 漫长的记忆不断地涌入姬佑川的脑内 他终于从昏睡中醒过来 抬头发现切西亚正坐在石堆上看着自己 姬佑川想知道对方对自己做了什么 结果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动不了 与此同时切西亚已经来到了他的跟前 感受到了 这就是规则之力 你没办法对我动手 我同样也不能杀你 毕竟现在你已经是我的眷属 姬佑川文言反而是咧嘴一笑 这么看来我之前看到的都是真的 你在地狱混不下去了才跑到了人类的世界 切西亚被气得咬牙切齿 解释自己可是在地狱中和两百恶魔大战了两天两夜 然而就在这时他肚子突然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姬佑川没想到恶魔也会 于是取出一盒罐头 这是切西亚第一次吃到人类的食物 脸上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幸福 这时姬佑川发现自己胸前出现了一个衣的标志 切西亚没有说话 而是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姬佑川感到有些害怕 赶忙解释自己没有那种想法 没成想是他自己想多了 原来是地狱中前三十六的恶魔胸口处都会有一个数字 数字代表着他们的战力 切西亚因为遭人暗算 排名和记忆都被抹杀了 而只有吃掉所有排名的恶魔 他的记忆才能够恢复 所以他想和姬佑川签订契纪 这时姬佑川突然想起先前那种恶魔注射的药紧和老冤诊拥理 而且那怪物口中的大人说不一定你是同一个人 于是他将切西亚搂进怀里 跟你签订契约我能获得什么好处 切西亚读取过姬佑川的记忆 因此只要姬佑川同意和他签订契纪约 他就答应帮助他寻找杀父仇人 而他需要让姬佑川做的就是 让自己重新回到恶魔榜单第一 姬佑川答应和他签订契纪约 不过他需要附加几个条件 第一不能随意指示 第二不能随意附身 第三不能强迫自己 切西亚听到姬佑川有这么多附加条件 真想一把掐死他 可如果不和姬佑川签订契纪约 他根本不能发挥全部实力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同心 他和姬佑川完成了契约签订 结果却在契约过程耗尽了力量 切西亚变成一条白蛇 盘踞在了姬佑川的脖子上 与此同时 大量的恶魔不断地涌入人类的领地 看着监控室内不断出现的恶魔 为首的女人命令手下立刻执行下一个计划 因为她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男孩在脖子上挂了一条奇怪的蛇 不仅能随意化成前突后翘的美女 被附身后还能极大的提升她的战力 原来这并非是一条普通的蛇 而是来自一界的魔皇切西亚 因为灵魂快要消散的缘 她才选择和姬佑川递结契约 一同来到人类世界的还有一群低阶的恶魔 恶魔会杀死地球上的吞噬者 并吸取他们身上的血肉 人类将恶魔和掠噬者归为一类生物 看到他们互相残杀以为好日子就要来 一路上姬佑川都十分好奇 因为在她的认知里 掠噬者是没有神志的 但那些低阶的恶魔竟让他们露出了那种表情 开车司机将恶魔说成掠噬者 可姬佑川却发现他们和现有的掠噬者名录对不上好 原来他们才刚被官方列入名录 并将这种新型的掠噬者称为肾虐者 等级大约在三级组 相当于被感染后的普通人 姬佑川察觉到官方在有意隐瞒恶魔的事 所以主动岔开了恶魔的这个话题 突然开在最前的的车子发生了车祸 姬佑川跟随开车的大叔下车查看情况 发现发生车祸的司机只轻微受伤 与此同时一只恶魔正急速朝受伤的司机冲来 开车的大叔是个异能者 双手发出一道光线将恶魔拦截了下来 接着冲上前去想要将两人拉回来 不料另一只恶魔竟突然从背后想倒偷袭 结果却在靠近大叔时被一刀劈成了两半 出手之人是姬佑川 大叔看到这等实力感到有些意外 但很快就被眼前的一幕引走了注意力 因为他们被一群低阶恶魔包围了起来 大叔被吓得瘫软在地上 完蛋了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 可姬佑川却露出一副兴奋的表情 白得正好 恶魔窃西亚附身在了姬佑川的身上 无数铁链精准地划破每一只恶魔的搏梗 大叔看到这一幕彻底猛 你到底是什么人 姬佑川咧嘴一笑 我只不过是一个在荒原待久的人 说话间再次拿起手中的铁链 恶魔察觉到不是对手立刻掉头就跑 但姬佑川根本不会给他们击毁 抬手一挥扔出手中的铁链 最后一只恶魔被他杀死 死去的恶魔会成为窃西亚的食物 就在这时大叔突然一脸兴奋地望着前面 原来是官方执法队的人道 带头前来的女人姬佑川自视任 大叔正想说刚刚多亏了姬佑川 结果却被他当场打断 大叔看出了姬佑川想要隐藏实力 于是便没有多说话 但却没想到女人的目的其实是他 他将手放在姬佑川的肩上 周围瞬间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空间 空间跳跃 这女人居然是空间系的异能者 原本这已经让姬佑川震惊了 可接下来女人的话令姬佑川更加难以置信 你已经和恶魔签订契约了 谢西亚提醒姬佑川需不需要他出手解决掉对方 姬佑川没想动手 毕竟对方敢和自己单独会面必定留有后手 于是假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而女人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想让姬佑川加入一个名叫天前的组织 这个组织拥有众多强大的异能者 是红与浩劫之后慢慢组建起来 他们以清理劣势者为任务 活动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姬佑川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所以果断拒绝女人的邀请 女人让姬佑川先不要着急拒绝 原因是加入天前后 她能自由出入七大城市95%的地方 而且还能最大程度帮助她提升实力 姬佑川没有心动 依旧还是选择拒绝 女人一怒之下用冰链捆住了姬佑川的双脚 你可知道非官方的恶魔契约者 要么加入天前 要么死 姬佑川闻言呵呵一笑 窃西亚附身瞬间就震碎了女人的冰裂 姬佑川眼神犹如死神一般盯着眼前的女人 我可以加入天前 但我要有选择任务的权利 而且天前所知道的情报必须和我贡献 女人被姬佑川的气势吓了一跳 她的契约恶魔好强 不过这刚好是她想要找 眼下姬佑川有两个问题 你们对恶魔了解多少 她们又是怎样出现的 女人也不清楚恶魔的来历 不过恶魔很早以前就有记录 直到最近才大规模出现 而且这些恶魔对掠视者似乎有克制作用 姬佑川闻言脑子里再次冒出一个疑问 既然恶魔很早就已经出现 为何官方不告诉民众 原来他们是害怕说出真相引起民众的恐慌 毕竟对于未知的恐惧 人类是与生俱来的 姬佑川想要知道更多恶魔的信息 加入天前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她同意了女人的邀请 女人伸手真诚表示欢迎她的加入 结果姬佑川却又没打算和她握手 陆小姐握手还是放在以后吧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女人文言呵呵一笑 明早八点 我会派人带你去机场 然后带你去总部和其他队友见面 男孩在家里养了一只恶魔 没想到恶魔竟不会自己洗澡 不仅将浴室的沐浴露打翻一地 花洒也被她一把扯了下来 姬佑川害怕她破坏家里的东西 于是将恶魔推到了厨房 结果等她再次回来 自己刚做好的饭竟被窃西亚吃得一点无盛 姬佑川一怒之下和恶魔窃西亚大干一家 第二天早上一辆直升机停在了她家的门口 这是天谴的专属直升机 一般只用来接待身份和实力极高的人 姬佑川坐上直升机去到天谴总部 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强的防御系统 因此所有进出这里的人都会被系统记录 陆小姐递给姬佑川一张身份卡 上面标注了她的房间好 通过身份卡她能去到天谴基层的任何地方 第五层是生活区 食堂和宿舍都在第四层 依次往下便是异能测试中心 训练中心以及任务中心 他们首先要去的是异能测试中心 因为每个加入天谴的人都需要先进行异能测试 姬佑川被带到了一个奇怪的机械前 大门被打开 姬佑川进入了机械里 机械开始从姬佑川的全身扫过 瞬间无数警告的信息从屏幕上亮起 负责测试的人突然破声大喊 测试者的异能指数超出了设备承受能力 她话刚说完 结果测试的仪器就发生了爆炸 女人看着冒黑烟的仪器陷入沉思 这种程度的异能波动 她就是我要找人 与此同时姬佑川也缓缓从仪器中走得出来 虽然仪器中途发生爆炸 但姬佑川的基本数据也被测试了出来 人类高达S级的精神系异能 已经B级的体质令女人心头一息 原本还有别的考核 但因为姬佑川体质和异能等级过高便免去了测试 随着电梯的移动 姬佑川和女人来到了天谴的研究中心 这里被收录着各种奇怪的恶魔 眼前这一幕姬佑川不由暗自称赞 天前好大的手骨 恐怕这才是你们邀请我的真正意义吧 女人解释恶魔红与浩劫前就降临到了地区 而这里的研究成果也是前一辈人组 还有一个姬佑川不知道的情况 那就是圣坦堡中央的那颗科技术 表面上是圣坦堡的标志 其实它的根部却封印着恶魔宝排名第36的怯弱恶魔 恶魔散发出来的邪恶能量会感染人类 接着就诞生了掠实者和异能者 姬佑川此刻终于明白为什么恶魔能唤醒掠实者的神志 原来是因为他们力量同源 接着女人告诉姬佑川 科技术下有36只恶魔的封印 只要将恶魔全部送回封印就能结束这场浩劫 地球需要你的力量 可姬佑川对地球的未来根本就不关心 而且他甚至怀疑自己和恶魔签订契约都是他们一手设计 原来是因为姬佑川发现女人一直派人暗中盯着自己 窃西亚在一旁小声敌骨 姬佑川杀了这个女 她和院长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人 姬佑川没急着动手 将精神丝线和手术刀都取了出来 精神丝线拴住手术刀朝前一次 女人脸颊被划出一道口 如果不是她拥有异能空间 这一击不怕真的会要了她的命 姬佑川发现女人的空间会压制自己的异能 所以让窃西亚先附身在自己身上 然而在窃西亚准备附身时却出现了意外 她的身体被困在了一股诡异的能量里 这是他们刚研究出来的新技术 与此同时一只诡异的案件突然朝姬佑川袭来 等她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身体竟然动不了 原来是健身开始融化变成了一团黑漆漆的东西 紧接着一个手持弓箭的女孩出现在这里 女孩名叫夏娜 和姬佑川一样也是一个零失败率的优秀员工 唯一失败的只有夜伍的少女拐卖案 姬佑川想起来 她不就是其中一个被拐卖的少女吗 原来就是她透露了我的存在 女孩拥有影子恶魔可以隐秘气息 所以姬佑川当时并没有察觉她在装睡 而她的影像也被夏娜传了回去 女人相中了她的资质 并且精神系的异能是和恶魔签订契约的关键 就在这时一缕丝线突然拴在了女人的脖子上 与此同时女人周身都被姬佑川的精神丝线缠绕 夏娜见此拉起手中的弓弦紧到姬佑川放开陆小姐 可现在主动拳在姬佑川手里 她要求夏娜先将窃西亚放出来 但夏娜却没这么做 而是对着姬佑川射出了两箭 姬佑川放下女人精神力化作一个光照照着自己 与此同时困住切西亚的那种屏障也被击碎 切西亚附身在了姬佑川的身上 陆小姐处心几率将我骗到这里 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 来了来了 全球最强五人组终于集结完毕 他们分别是心思缜密的眼镜男 暴力嗜血的两兄弟 藏匿气息的小伯利 如今再加上拥有S级精神系天赋的姬佑川 整个小队爆发的战力堪比合导弹 由于组建队伍的女人不确定姬佑川的战力 于是派下那暗中对她进行测试 结果差点被姬佑川抹杀在了原地 女人慌忙之中说出了真相 原来是他们想要组建一支全是恶魔契约者的队伍 而目前队伍中还差一个大脑 姬佑川对于带小孩玩游戏没有兴趣 但奈何女人提出的报酬却格外要颖 不仅能让姬佑川随意处理非排名的恶魔 还能无偿提供恶魔地点和便利地 姬佑川寻思着天谴的目标是排名中的恶魔 借助他们的力量能够更快完成契约内容摆佛窃息 所以她答应加入恶魔相对 女人手中现在正有一个任务 据她所知悲鸣大楼内藏着一支强大的恶魔 她要求姬佑川明天中午先和队伍的其他三人会 然后前往悲鸣大楼猎杀那支恶魔 晚上姬佑川先去泡了一个子 那些曾经作为实验品的记忆不断涌入她的脑海 在今天的异能测试中 她发现天谴所用的仪器镜和她曾经用的一样 或许那个教室的组织和天谴本就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从身后抓住了她的酒杯 来的人竟然是切西亚 她拿起姬佑川没喝完的酒便一口喝了下去 姬佑川提醒她这里是难遇 可身为恶魔的切西亚才不会在乎这些 突然她将手一把捏在姬佑川的下巴上 眼神极为妩媚地盯着她 还是说你对本皇有什么龌龊的想法 说话间她将身体往姬佑川的脸颊上一口 切西亚发动了自己的本命技能蛊惑 她想利用蛊惑控制姬佑川的知梦症 然后趁机入侵她的精神世界 她以为姬佑川彻底被控制住 于是命令她将身体交给自己 可就在这时姬佑川突然咧嘴一笑 切西亚表情瞬间凝固 等她反应过来时 发现姬佑川已经用精神力丝线捆住了自己 切西亚一脸不解询问道 你为什么没有中我的蛊惑 切西亚呵呵一笑 我可从来没有轻敌的习惯 精神力瞬间入侵了切西亚的尸汗 她看到切西亚诱识的记忆 没想到身为魔皇的她竟显现背面的版本 而她成为魔皇的路 也是踏着无数鲜血走上去 被窥视记忆的切西亚瞬间暴露 与此同时姬佑川捆在她身上的精神丝线也被绷断 你竟敢窥视本皇的记忆 那就做好接受我的惩罚吧 姬佑川被那段记忆吓了一跳 没等她回过神来 切西亚便一掌朝她拍来 然而这一掌却没有拍在她的身上 而是将她身上的腰带抓了下来 回头一看刚好看到姬佑川私密之处 一路之下姬佑川又和切西亚大干一家 第二天中午她如约来到会合的地点 切西亚向姬佑川吐槽 陆小姐为何不用空间之力将自己送过来 姬佑川解释空间之力会消耗大量异能 而之前她使用也不过是为了示威罢 就在这时姬佑川身后突然冒出一道身影 下一秒那人举起一根棒子便朝姬佑川砸去 姬佑川反应极快一个扑跃的过去 这个人很强 他出现的时候我居然完全没有察觉 夏娜此事赶忙解释道 西格里斯曼你在干嘛 他是我们的伙伴 男人文言皱起了眉头 他身上的味道真的好臭 话把提起棍子再次冲向姬佑川 然而就在他棍子即将靠近姬佑川时 一道蓝色光盾突然将攻击挡下来 出手之人是眼镜男 眼镜男告诉他如此对待一个新人很不绅士 可男人才不管这些 再次准备战斗士手中的棍子 却被一股诡异的力量缠住 恶魔小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终于出现了 同样还是男人的弟弟 见自己弟弟都在阻止自己 男人只好让自己的恶魔先忍耐一下 所有人都到其以后下奈将任务资料发了出去 而他们此行的目标很可能是一只排名的恶魔 西格里斯曼一脸不懈带着弟弟朝目标位置走去 与此同时眼镜男伸手介绍道 你好我叫英巴 切西亚在一旁提醒姬佑川 这个人比你还要强 我想要他的身体 随后三人也朝着目的地走去 这是一栋充满悲鸣的大楼 楼内澡堂里躺着的恶魔正是他们的目标 不过在他们靠近大楼的那一刻 这只恶魔便已经察觉到了 他抬手轻轻一指 接着无数食人鱼就从池底扶了出来 去给我好好招待他 女人从身上取出一颗蓝色的珠子 要求男主吃下他和自己生孩子 原来女人并不是人类 而是一届排名第31的人鱼恶魔 姬佑川寿命前来探查恶魔的情况 红形一起的还有四位世界顶尖高手 但他们都互相看不顺眼 队伍中的两兄弟率先进入了恶魔的领地 发现这里竟全是黏糊糊的液体 液体中时不时还会冒出一些鱼头怪 趁两人不注意 一条食人鱼突然从他们身后冲了出来 来人反应很快 拉过地底一刀便将食人鱼劈成了两半 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 无数食人鱼开始从泥潭中涌现出来 小男孩拽起哥哥的衣袖 你会保护我的对吧哥哥 希格里斯曼像是被注入了兴奋计 手中的棍子变成长刀冲向泥潭中的食人鱼 这时小男孩也露出了他真实的面 身后的黑影像是无尽的黑洞 不断吞噬这四周的食人鱼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夏娜和巴音也进入了恶魔的领地 他们一开始本想邀请纪佑川一起行动 结果却被他当场拒绝 巴音好奇他只不过是一个新人 刚入队的考验竟就高达四颗星 看来这个家伙很强啊 但夏娜文言却摇了摇头说道 那个新人很危险 与此同时独自行动的纪佑川陷入了困境 他已经在原地转了三圈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遇到了传说中的鬼打枪 而且那些看上去像鱼一样的怪物 似乎一直在盯着自己 切西亚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快速往这边过头 纪佑川文言立刻转身一看 结果却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原来是那怪物已经出现在了他身后 这股威压恐怕不是一般的恶魔 纪佑川慌忙之下转过身来 发现人与恶魔正一脸妩媚地盯着自己 你和我生个孩子吧 此话一出 纪佑川瞬间呆愣在原地 而切西亚却还在一旁调侃 要不你和他生一个吧 说不一定他一高兴就把我们送出去 纪佑川一怒之下将精神丝线当作 皮鞭对着人与恶魔抽了过去 生孩子这种事可是要和心爱之人才可以 美丽的小姐你要好好珍惜自己 然而听到纪佑川称自己为美丽的小姐 人与恶魔彻底陷入爱情的逆者 发誓一定要和纪佑川生好几个孩子 甚至都开始思考起孩子该取什么名字 可就在这时纪佑川的精神丝线 突然从背后刺穿了人与恶魔的身体 那似乎只是一具分身 分身被摧毁人与恶魔神势回到了本体 他双手不断抽打水面发泄自己的愤怒 我还没有问到他的名字 与此同时大楼内突然冒出一道酷似龙卷风的水珠 天客后整个楼道里都被水珠淹没 希格里斯曼抱着地底冲破楼道的玻璃冲了出来 虽然他们没有受伤 但显然是在里面吃了不少苦头 巴音见他们狼狈的样子顿时一阵大响 让你们不听指挥 吃苦头了吧 小孩这时发现纪佑川还没有出来 希格里斯曼觉得纪佑川应该是死在了里面 毕竟于他而言他就是一个废物 可一旁的下纳却表示纪佑川的生命还在波动 所以打算留在外面再观察一段时间 此刻还在悲悯大楼内的纪佑川已经陷入了昏迷 谢西亚也被困在一颗大型水珠里 人鱼恶魔缓缓爬上纪佑川的身子 然后从自己胸口处取出一颗蓝色的珠子 虽然他知道纪佑川和切西亚已经签订了契约 但为了和纪佑川生孩子 他可以重新和他签订 女孩每次哭泣眼泪都会变成钻石 原来他不是人类 而是一条一直生活在海底的人鱼 因为好奇陆地的样子 他悄悄离开了大海 结果他刚上岸就发现一名受伤的人类 善良的人鱼救助了那个男孩 终究还是被男孩发现 男孩将人鱼送进拍卖场进行拍卖 因为有人说吃了人鱼肉能长生不老 所以仅是他身上的一块肉就价值五千万 男孩站在人群中听到富人们的喊架 脸上露出的全是贪婪的神色 被欺骗的人鱼彻底飞滑 他变成了排名第30亿的人鱼恶魔 瞬间一股巨浪摧毁了整座拍卖场 他不甘心被自己深爱的男人欺骗 我要将你变成尸体 那样你就能永远留下来陪我 而现在的他却将姬佑川 当成了曾经内的男人 他取出自己体内的内丹 想要和姬佑川签订契约 我们终于能永远在一起了 可就在这时姬佑川突然说了一声抱歉 人鱼恶魔闻言顿时愣在原地 没等他反应过来 姬佑川的手术刀已经插入了他的腹 原来姬佑川晕倒一开始就是装的 他的目的就是让人鱼恶魔放松警惕 与此同时 切西亚也挣脱人鱼恶魔的束缚走出来 我的演技不错了 没想到这个愚蠢的东西 竟然对你一点防备都没有 再次被欺骗的人鱼恶魔陷入疯狂 他终于在此刻露出了自己的完整形态 切西亚也在这时附身在姬佑川身上 那久违的是神之连再次握在切西亚手中 下一刻挥起镰刀便朝人鱼恶魔劈去 他们第一次正面交锋 双方几乎是站了一个平手 然而就在这时人鱼恶魔突然身形一闪来到姬佑川跟前 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一刀 将人鱼恶魔的攻击划减了过去 毕竟刚刚那一击要是打在他的身上 估计连骨头渣子都会不剩 虽然先前的战斗没有占据上风 但姬佑川脸上却抑制不住的心脆 他将自己精神力化作丝线朝人鱼恶魔扔去 眼看着丝线就要击中人鱼恶魔 人鱼恶魔却突然化作一滩水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秒他的本体就已经来到了姬佑川的跟前 姬佑川一个侧身躲过人鱼恶魔的攻击 接着抽出手术刀一刀插在他的触手上 人鱼恶魔被疼得咬牙切齿 然而没等他做出反应就被切西亚用铁链捆了起 但战斗显然还没有结束 因为姬佑川发现人鱼恶魔的力量竟在疯狂暴涨 下一秒直接化作滔天巨浪冲破了姬佑川的所有束缚 完了完了 掌握规则之力的恶魔彻底黑化 整层楼瞬息就变成了恶魔的战场 而规则之力是只有排名中的恶魔才能使用的力量 并且排名越靠前获得的力量就越大 姬佑川第一次正面承受恶魔的权力一击 强大的力量瞬间就将他身体抽的爆射出去 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恶魔的速度和力量都暴增不止一倍 与此同时人鱼恶魔身体像是水一样开始融化 片刻后他整个身体和墙面融为了一体 这是人鱼恶魔的专属技能百炼幻术 本体可以在墙体之间随意转换 姬佑川现在根本不能锁定人鱼恶魔的本体 他想到一个办法 那就是摧毁整栋楼的墙面 人鱼恶魔没有墙面藏匿 本体必然会露出破绽 想到这里姬佑川立刻举起切西亚的死神之脸 镰刀顺着玻璃墙面依此划过 玻璃墙面被姬佑川瞬间摧毁 无数玻璃碎片正好砸中楼下的四名队友 希德里斯曼瞬间破防 哪个傻狗 死了还要砸老子一下是吧 而在墙体被彻底摧毁的那一刻 姬佑川立即发动石油燃烧 他精神力丝线上的火焰 不断蒸发掉地面上的水 人鱼恶魔的本体也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火焰的灼烧疼得他不断地发出好剑 姬佑川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立刻让切西亚发动攻击 随即无数铁链化作长矛穿透人鱼恶魔的身体 他的眼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 我这是要死了吗 真是不甘心啊 姬佑川只感觉心头一紧 因为他看到了人鱼恶魔曾经的记忆 从无忧无虑的人鱼公主 后面成为拍卖场的压轴商品 人类为了吃他的肉肆意出价 心爱之人站在台下袖手旁观 男孩最终还是没忍心 看着人鱼成为别人的商品 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买下他 虽然人鱼不会说话 但他心里明白人鱼一直喜欢自己 而人鱼第一次开口说话便是我喜欢你 然而好景不长 人鱼因为对食物的渴望 他吃掉了自己最喜欢的男孩 他不敢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选择将这段记忆永远封锁起来 可如今因为身体遭受重创 那段尘封的记忆再次浮现出来 他现在终于明白了 或许死亡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 纪幼川看到了人鱼的这段记忆 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这时窃西亚突然将本体幻化了出来 他想要将人鱼恶魔吞下去 结果却被纪幼川当即阻止 他不明白纪幼川为何要阻止自己 纪幼川解释为了一支排名只有31的恶魔 他们还不至于和天遣闹翻 毕竟收集其他恶魔的资料还需借助天遣 窃西亚文言瞬间来到他的根底 已在命令本皇 因为有契约的限制 纪幼川知道窃西亚不敢对他吓死 但恐怕是免不了一顿打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 窃西亚却只是伸出舌头在他的脸上一眼 原来窃西亚是想看看 窃西亚有没有说过 他没尝到谎言的味道 这才变成一条小舌 盘踞在窃西亚的脖子上 至此窃西亚的任务终于是结束 然而在城市的另一边 无数掠食者正源源不断侵入人类的城市 普通人面对掠食者毫无反抗能力 要是遇上了掠食者 也只能沦为他们的食物 没过多久 整座多温事便彻底温陷